台语歌后江慧相隔三年 要再度举办演唱会 这回台北高雄一口气唱七场 确实独独缺了台中场 事实上是因为江慧不习惯唱户外 2011年就因为场地问题 原本不打算到台中 歌迷们请立委卢秀燕请命 最后促成了江慧台中家常演唱会 而这次电话又再度挤爆卢秀燕的选民服务处 就希望这回一样可以请命成功 让江慧再加强 巨型水晶吊灯缓缓升起 七彩LD灯打在江慧身上 将它衬托得更没乐 这是三年前江慧在台中开唱的演唱会 也是当时全台唯一一场户外演唱会 原本场地问题只打算在台北高雄举行 歌迷超难过 立委卢秀燕为歌迷请命 终于盼到这台中场 没想到今年江慧安排全台巡回演唱会 又堵露台中 你说江慧演唱会的部分是 因为那个也是 好好我们来争取 上次有争取成功 接着我们会再跟他来争取看看 立委办公室选民服务处电话响个不停 全是江慧歌迷打来的 江慧他有讲是说 希望是在室内的场地 那我们也知道台中的场地比较少一点 那不过还是希望他能来 光是一分钟内至少有四通歌迷的电话轮番上阵 就是希望能再帮忙争取到江慧演唱会 我觉得江慧歌还蛮感动人心的 那很多大型的演唱会如果都漏掉台中 对台中的歌迷来说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就是希望说江慧能够这一次能够下来 回味三年后 江慧宣布一口气要召开机场的演唱会行程 但去年在台中户外场地 开唱前一个小时大雨才停歇 吓坏主办单位 今年能不能在台中登场 还得再判一判 众议新闻林嘉欣全玉柔台中采访报道